海航方面表示 携带婴儿儿童或者是申请特殊服务的旅客 都不能携带宠物 每个航班最多带入两只宠物 每名旅客最多可以将一只宠物带入客舱 需提前24小时到海航直属收票处提出申请 每只宠物收费800元人民币 同时对于宠物的放置也有严格的要求 需要买转制的宠物箱 箱体能有效防止渗透并且不易被咬开 这个宠物箱是放置在这里前方下方 全程不得向宠物喂食积水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狗狗 也挺人性化的 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 因为我自己也养了宠物 你需要自己看管自己的宠物就可以了 当然也有人担心宠物扰民伤人等问题 为了尽可能降低宠物对其他旅客的打扰 航空公司要求旅客为宠物佩戴口套 防止吠叫 穿戴纸尿裤防止大小便 物资由旅客自备 如果其他乘客不想挨着宠物一起 可以在机上向机组申请调换座位 有些乘客他可能是不喜欢宠物 或者不想和宠物 他有态度过多的接触的话 我觉得航空公司应该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比如说调座位之类的 如果是长途的 像飞机如果达到了三小时以上的飞行时间的话 我觉得还是不建议带宠物上飞机